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大家午安 我是秦燕盈 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 这两个小时将会由燕盈为大家服务 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国内国外的话题 当然首先还是邀请各位朋友 如果您在线上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YT直播 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聊新闻 首先要先欢迎这一阶段的来宾 是前驻纽约大使杰文吉 燕盈好 大家好 以及军事专家是校尾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自身媒体人杰安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一开始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这个星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要看看他的选战策略要怎么打 现在包括了桃园 包括了台北 在今天民进党的全大会 要有一个大会式的画面 最重要就是人选已经通通出来了 不过大家也想看看的是 他们选出来这两个人选 到底在今年的选举 要来怎么打这场选战 首先看到的是在桃园 桃园现在林志坚 他好像是被论文们给困死了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 到底他的论文是不是有涉及诚信问题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 他好像只要问到论文问题 就会一直跳针 但是在网络上头 一直告诉他 他有多努力 包括什么 包括他现在PO了这么一张照片 说你看看我的裤子破了一个大洞 我自己都没有发现 还连跑了三个行程 都不知道是在哪里被勾破的 然后在他的这个LINE群组里面 他的助理还特别分享说 这个是他朋友传来的 说请随行的同仁处理 还记得吗 在上一次他选新竹市的时候 他还讲说自己是一百天 把一双皮鞋都踩破了 还把那双皮鞋留下来留念 说要记得勿忘初衷 现在他就说这个 户子也要赶快拿去补 因为要接下来继续跟他跑行程 但是大家就要问了 好像这一招似曾相识 以前看过 因为还记得吗 在20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围观大地震 大家就讲了 你看看赖神 他的鞋子开口笑了 还说都是不睡觉 守栽区 走到鞋子都破了 可是却也被蔡政员抓包 说对啊 前三天不是穿雨鞋吗 怎么今天突然穿那一双布鞋来 就破了 真的是因为 勘灾 勘灾到破掉 还是是其他的原因 大家有一点不太知道 但现在基本上 大家重点还是不在于 他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鞋子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 他现在到底 这个论文门事件 有没有说谎 好 现在就有网友 Kuso了 把这个最恐怖的这个影片 基本上现在一个恐怖片 把它改成 里面是林志坚的头 然后就讲了 如果他真的当选的话 桃渊人会被笑很久 还说现在 本来不太想投 但现在一定要投 重点就是 不只是在网络上头发笑 年轻人现在说 纷纷的就在Kuso 这个林志坚 然后就连比较亲绿的媒体人 黄壮下都讲了 说当他变成Kuso的目标 就代表未来这两个月 他应该是会被论文给困住了 好 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 现在我们听到 他们一直在讲 他们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真相 可是真的会有真相吗 因为你下来看看 就有人出来爆料了 这里有人还在讲 说台大说要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但到现在还找不到 所谓的审查委员 是不是有压力 没人敢来担这一局呢 那也有人想到说 其实不用怕啦 为什么 因为他的老板 蔡英文先前也有一个论文门事件吗 而且这位旅美学者林环强就讲了 说当时的政大 为了蔡英文的论文是已经沉沦了 还说一口气有三个博士的学位本 可是问题是 论文都找不到 怎么还能够有博士学位呢 他现在就想问 台大是不是也会跟着一起沉沦 彭文正这句话 讲的还蛮酸的 他说蔡英文一定会偷笑林智坚 说他连论文都没有 还可以有学位 你超这么辛苦 怎么还被抓包 好看起来 接下来的时间 很有可能 大家想一讲之后 都觉得他会被论文门给困死 但另一个人 现在他要开始 来他的选举行程了 今天全代会会有发布一个影片 是前导影片 提前曝光就是要让所有的政务官 还有这些立委来讲一讲 他们这一年来的政策分享 然后我们这一位抗议英雄 这个陈时中就在里面出现了 他讲什么 他说好的父母官 就是心中有市民 好 接下来看起来 他真的可以安心来参选了吗 因为在明天开始 王必胜就要来接任指挥官 薛瑞元要来接任部长 看起来好像他就是安心参选 可问题是 事情又没做了 确实是有人在骂他是落跑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本来都说了 七月底之前 要给人家的这些防疫津贴 很辛苦 守了前线 守两年 跟着你陈时中 按照你的指令在打拼的那些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你不需要给他津贴吗 怎么你都没发完 你就跑去选呢 所以让工会直轰 你根本就是落跑部长 好 更重要的是 现在本土还是加25223 死亡还回弹增加了上百例 而且BA4 BA5 不说国外现在正流行 有可能会有新一波的高潮吗 怎么你有办法安心参选呢 而且大家也才发现 时间管理大师肯定就是他 因为我们的时中部长 你看平常那么忙 早晚会都要开 竟然还有办法 马上就出了一本十字传 这个字传说他现在已经签书 签到手很酸 写什么 写说他从医的初心 然后一口气 蔡英文 然后赖清德 陈建仁 苏贞昌 通通都帮他背书 阵容非常坚强 好 甚至现在 三级要搞又开始有帝王像了 在外群组里面就有人 PO了这么一张陈时中年轻的照片 然后下面就有人写 真的有帝王面相 甚至还有人在讲什么 说这个神韵气宇非凡 比较酸的人就说 之后可能会有所谓的时中迷 阴图极景了 但是现在陈时中看起来 绿营帮他路是铺得很好 可是这个路真的走得顺吗 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 他的竞选总部政策小组 还有这个宣传小组 网路站 空站地站 全部路站都有人帮他 给传好好 十个立委帮忙他辅选 说是总统级辅选 而且注意 派系共治 还是跨党派的 好 有没有可能真的会让 蒋万安 会让黄珊珊遇到大魔王 有人就讲了 其实你也要看看是谁帮忙辅选 原因是因为 2018的陈其曼 那个时候也是十个立委 帮他组了一个辅选团队 可是那一次的结果 我们就先不要说了 可是再来我来看到的是 这个竞选团队 也有人在讲了 真的是为了台北好吗 原因是因为你看看 管立民是出生于高雄 他在当立委的时候 他不就是一直骂中央 说是众北亲来 要把多一点的资源给高雄 可是现在他要来辅选的是台北市长 真的知道台北市民 要的是什么吗 还有什么 还有包括了洪生汉 包括了范云 本来都是很有理想的人 但是进到了立法院之后 针对于之前自己讲过的话 好像都没听过 不算数一样 就有人说他们是被淪为了橡皮图章了 所以他就说 是不是找这些人 其实是要拉高仇恨值 拉高仇恨值是什么意思 就在撒卡都的时候 只要他其实拿超过百分之43的选票 就赢吗 我不要求所有人喜欢我 我只希望在这一场的选战 我能够打赢 丁哥要问一下 所以真的讲到头来 其实一切都还是为了选举 能赢就好 其他的没什么关系 本来就是在台湾就是选票多的人赢 选票多的人讲话大声 选票少的人 你就是被人家踩在地上践踏 这台湾的社会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部分同意杨明的说法 但是我认为根本不需要到43% 上一次柯文哲跟丁守忠 两个人都才40%而已 对不对 所以40%就可以赢 40%就会赢 不用43% 那民进党的策略很简单 讨厌陈时中的人一定讨厌他 这个没有办法变 那喜欢陈时中的人 他们只要尽力掌握 他重点就是喜欢陈时中的人票 不要留到黄山山那边去就OK了 因为喜欢陈时中就不太可能会去 喜欢讲话安 所以他们的策略非常简单 就是黄山山票数冲高 但是他拉的比较多的是讲话安的票 他们就赢了 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么单纯 因为其他的东西也很难去改变 因为每个候选人有 每个候选人基本的特质 所以他们的战略就非常明确 那这一次陈时中的得票 绝不可能像上次姚文志一样 因为姚文志是 已经整个被彻底边缘化 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本 没有低到17%多18% 没有低到那个程度 所以陈时中就是完全的针对这个而来 而这一次对他们来讲 民进党如果能够拿下台北市 那对蔡英文的 等于说他整个政绩就画上一个完美的 这样一个奖杯了 因为民进党过去 在台北市一直很难拿下来 除了阿扁那一次之外 而且那一次也是靠了国民党的分裂 那这一次如果蔡英文能够拿下来 那过去对他很多酸言酸语就不攻之破 所以你看他动员得非常厉害 那陈时中是早就想要选了 那也不要告诉我说什么 你百忙之中还抽空写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早就弄好了 而且这种编故事美化的东西 哪需要这本书不是陈时中自己写的 当然不是他写的 所以只要拿一些唬人的故事 编上去编一编真的假的谁知道 是不是不需要 真假根本不重要 因为这是唬人用的东西 怎么会重要 就跟林志娟的破裤子一样 我就觉得很奇怪 对啦 跑行程中难免 可能也许真的不是故意 是不是要勾到哪里勾破 那又怎样 裤子破了有什么好辛苦 裤子破了现在天气这么热 裤子破了其实比较凉快 辛苦什么 而且重点是在于 他今天是以新竹市长的身份 在巡视地方跑行程吗 不是 他是一个落跑的人 落跑的人为了他自己的选举 在那边打拼 你辛苦什么 你自己甘愿的 你到底在家睡觉不要出来 你有什么好辛苦的 是你自己犯贱 非要做盛业事 你有什么辛苦 到底辛苦在哪里我都不懂 你到处去拉票 是为了你自己 又不是为我 又不是为市民 所以这种东西到底辛苦什么 那些说他辛苦的人 老讲我觉得你们都奴才心态 好像不被人家统治你浑身痒痒 不对劲 所以有必要把自己做得这么低能吗 他辛苦在哪里呢 那民进党从头到底就是为了选举 但是这个论文到底会不会被 林志坚重伤 其实要看 接下来的处理模式到底如何 其实我希望台大这样子 我希望台大到最好流产 就是他这个学术论理委员会开不起来 找不到人 对 找不到人最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找不到人的话 社会的反感会更深 因为表示压力大到没有人敢去 因为去了可能就会被政府盯上 以后你的学术的路可能就很难走 所以我是希望最好不要沉 那台大的校域也会因此重伤 那社会的反感就会更加深 所以如果你们要这样去施加压力就去 但是我必须说 其实他们不用施加压力 很多人就已经不敢去了 看看管宗敏之前遭受了什么待遇 那看看这些得罪绿营的一个一个 什么下场 不是被查水表 就是不断的被告 所以这些教授干嘛要拿自己的一生 去做这个赌注 那反过来说 如果台大的教授 连基本的学术尊严 学术人理 都没有办法维护的话 那台大的招牌就垮了 以后台大 台湾大学那个招牌 后面可以多加一个字 叫台湾大学店就好了 因为你们就是专门卖蚊皮的学校 不就这样吗 所以这是考验台大的时刻 中华大学我不管 我根本懒得管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学校是干嘛的 但是台湾大学店 还是台湾大学 就是在于你们这些教授 到底有没有基本的学术道德 跟学术伦理 那你们自己去考量 那拖得越久 其实对我来讲 我认为是最好 这样更能够让大家看清 民进党跟林志坚的本质 那至于陈时中 说真的啦 你找了这么多人去 其实他们唯一的目的 就是巩固绿营的基本票员 甚至我认为 他的基本盘大概就在30到35 对他来讲 只要努力多抓10%左右的中间选民 他的胜算就非常非常大 那如果黄珊珊真的能够冲上来 那蒋万恩的书面就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人家的布局已经摆在眼前 那你在野党的 你们是要分是要合 或是要自相残杀 就看你们自己的想法 所以其实刚刚兵哥在分析过后 就会知道在年底的这一局 基本上变数是有的 原因是因为现在你也看到了 其实民进党基本上他是真的 他也讲了 请全党之力来挺一人 他连派系共治都出来了 但是大家也想问了 在今天这种全代会 这种全国性的党代表 一起都来的这种场合 大家都要讲了 好父母的官的心中 就是心中有市民 可是要请教大使 我们也要问好的指挥官行动 是不是也应该要有所有的人 他现在他说 他已经可以安心参选台北市长了 可是问题是 疫情根本还没有落幕 而且他之前叫大家 跟着他一起坚守防疫 你防疫今天都没发完 你就跑去选 那其他一线的 在跟你在那边抗疫的 是在做什么 现在不但疫情没有结束 还有可能BA4B5还会出来 现在你看日本的状况很严重 而且我们台湾的防疫 基本上是老百姓 基本上靠自己的自力救济 需要所有的部署 陈时中在任的时候 通通都没有部署 通通都是等事情发了以后 发生以后 恶化以后 他才在那边亡羊补牢 最后还要沾沾自喜 说都是自己的功劳 这个我们在台湾 这个两年来怎么过的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他居然可以就是说 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自己的过错 居然把它转成说自己的功劳 又是叫卫生署出一本书 自己又找不到哪一个人 给他代笔写一本自传 如果是自传他写的话 那我请问一下 过去两年 他有没有认真在防疫 你去防疫的时候 你还要跑滑 还要喝酒 对不对 还前一阵子还发现 是在那个北海岸 又被人家发现 这个完全就不认真 你第一个你就外行 对 这个防疫是公共卫生 这个是要对病毒 要对整个防疫 这个公共卫生 要有很严谨的训练 背景的人 他本来就不合格 所以搞得荒腔走板 那上来再加上他心有二心 他不是真正要做好 这个防疫工作 他是以行议指挥官这个位置 来谋取下一个位置 所以他用这个作为他谋取下一个职位的一个跳板 一点都不认真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看 这个高端的事情 然后小吃店 变成这个 我们快筛四季的这些承包商 然后他回过头来 还要替这些人去辩护 但我们现在才恍然待悟 你现在你要选取 你到处用你的这个资源 广结善缘 你去结交了这么多英时的商人 你目的何在 现在不都讲出来了吗 所以事情没有处理好就落跑 这个是他现在就是 还要说有责任他就承担 现在的责任他都不担了 还去担什么责任呢 讲的通通是空话 然后你看他们这个 什么时常事在里面 范云在里面干嘛 我们都还记得很清楚 三加十一的破口几百条人命 跟他绝对有关 然后你当时包庇他 对不对 后来又说不是我 不是我主持的会议 后来就是你陈时中主持 然后人家说那你 这个会议记录拿出来 会议记录又搞不见 说我负责 负责到现在是出来选台北市市长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都没有做好 而且做得一塌糊涂 造成我们事实上 我们的死亡率偏高 我们的儿童死亡率也偏高 然后我们当时要打 儿童疫苗的时候 你们给他否决掉 这些都是陈时中 做的这些 劣迹斑斑的这些 欠给台湾人民的这些血债 你居然还有脸出来 然后讲了半天 满脑子封建思想 什么叫父母官 你台北市长 你今天蔡英文你做总统 你也是公仆 哪有什么父母官 我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没有什么父母官 官就是公仆 满脑子封建思想 还有什么帝王像 这什么时代 这一群人 如果再继续盘踞 控制台湾的政府政权的话 台湾永无宁日 永远的沉沦 好的 广告回来 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在国际间还发生了 哪一些重要事情